如果你今天假如說你有那個需要 就是你在電腦裡面想要操作手機 那就買一個這個就可以了 這個東西叫什麼 叫Android手機連接電腦同步線 就這個東西 那他插上去之後還蠻麻煩的 他設定好多 所以如果你不是高階使用者 請不要隨便花這個錢 花了錢你還不會用 那就麻煩了 OK 因為他裡面 還要把那個什麼手機偵錯的功能打開 那手機要怎麼偵錯打開呢 哇 裡面機關很多 還要跳到什麼 他跟我講說還要跳到那個 你的設定裡面的什麼 有沒有 這邊有個開發人員 我把畫面切給各位看 如果你買回去不能用 不要怪我 OK 開發人員選項 這個本來不存在的 所以你看一下你們的手機 在那個設定裡面 沒有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怎麼來的呢 我後來看那個說明是說 怎麼從關於 手機裡面 然後看到什麼呢 手機的版本 什麼快速點個7下 就會打開了 我想說這個什麼 芝麻開門嗎 還要知道機關在哪裡 OK 然後後來 後來就真的有打開了 然後我就可以連線了 不然之前買了就是這個東西 舊的手機可以用 新的手機就不能用 所以如果你有這種需求 就是手機變桌漆 而且可以旋轉放大 而且好像把畫面傳送過來都沒什麼問題 所以第一個 如果你今天有這種需求 那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說呢 我們來看一下有關那個 Google的相關的那個 部分 那Google部分的話呢 基本上我用最多的 就是剛剛講的 包含就是說 Google的地圖 地圖這個東西 其實 在一般性 如果你要出去旅行 都非常的好用 那或者是說 你今天要到一個地方 你要規劃行程 甚至你要找附近的停車場 還有就是說 走哪一條路比較近 其實這邊都會有答案的 比如說呢 怎麼怎麼做 像我這邊習慣上這樣點下去 地圖 那另外第二個就是說 你的地圖 如果今天登陸的帳號 是你自己的帳號 它也會跟手機同步 比如說我今天 我要找附近的農場 那一般的話 比如說我想要去哪邊 找農場 一般我可能 現在大家很喜歡去宜蘭 所以可能就到宜蘭 第一個先打上宜蘭 它會跳到宜蘭 宜蘭就找到了 第二的話呢 你就把那個地圖 我想要去宜蘭的這個 這個地方裡面 那你可以幫我找一下 這附近有沒有 比較好玩的 現在宜蘭很多農場都很好玩 所以我就打一個農場 像出門 還很傷腦筋 我就打一個農場 農場兩個字 那搜尋完之後 你會發現 它會自動幫你顯示 哪些農場 但是這些農場太多了 通常我會把它評分一下 評分裡面呢 我找四顆星的 按完成 它會把四顆星的幫你飆出來 其實大概有四顆星以上的 這些都還不錯了 可是有些會怕說有造假 怎麼辦呢 像我就是 先看看 這個是4.4顆星 然後往下 這邊4.1顆星 這麼多 那我只要每個禮拜去一個點 我差不多就可以 帶小朋友去 就蠻好玩的 所以那時候呢 我那時候怎麼說 我就先找到這個什麼 沖宜蘭體驗農場 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就出現了 然後呢 你如果說要確定說 它到底好不好玩 很簡單 可以往下捲動 評論 4.1顆星 另外的話呢 還有什麼呢 21篇評論 那你可以怎麼 把它點擊進去 再來就評論的 這邊有這麼多人 評論的部分 你可以把它點擊進去 就會有人說 這邊好不好玩 或者是說呢 如果有負面的評價 到底哪邊的負面 請評價有哪一些 那你可以看到 這邊的話 就可以看到那個 評論的部分 那除了評論之外 它裡面呢 也會有放一些 那個 除了影片之外 還有相片 各位可以看到 大部分都是好吃好吃 非常棒的地方 然後不錯的地方 但是熱 現在應該不熱 可能是不是下 8個月前 三星沖餅很好吃 那其中的話 有第一篇 這個是 三週前編輯 用心創意 然後 雖說150塊 吃一片沖餅 貴不貴 很貴吧 但感覺起來還不錯 那這個的話 這個賬號 好像很 好像這樣也看過 跟上面就很像 這就是我 我評論的 OK 那 那諸如此類的 很多地方 類似像這樣 那我的習慣是這樣 我會把 就是去過的地方 除了加薪之外 還會加那個 就是說 評論 那除了評論之外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評論的旁邊 你可以點擊進去之後 下面這邊就會有所謂的 那個 這邊有相片 你可以看到 這邊我的 然後 我有評論 我有那個 一些 然後 這邊還有相片 所以你點擊進來的話 你就會看到 他大概長這樣子 那那一天 他已經 滿晚了 大概三四點吧 然後就想說去宜蘭 因為那時候應該比較不塞車 看 宜蘭比較不塞 而且是禮拜六吧 想說去怕塞車 然後他那裡很好 很有趣 就是我們走進去 才走到門口 馬上趕快換什麼 換雨鞋 然後換斗笠 我想說要幹嘛 然後說 然後他在繳150塊 我想說 好啦 人就來了 因為他們已經要出團了 然後我想說 好吧 那就跟他們一起去 然後就錢繳一繳 然後雨鞋穿一穿 斗笠帶一帶 準備下田 其實就是150塊 除了一片蔥餅之外 你要自己去體驗那個什麼 去挖蔥的那個 然後洗蔥 然後切蔥 然後做蔥油餅 然後去煎 煎不用你煎 他有專門幫你煎 煎完之後再自己吃 150塊 其實我覺得 倒也划算 所以他成本其實很低 可是就讓你體驗一下 OK 所以這邊的話 那我也照了一些照片上去 這個 其實很多地方 你都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 去找到 最好是 四顆星以上的 基本上我四顆星 找到的很多地方 都基本上還不錯 那因為這樣的習慣 我 有一天 突然收到一封信件 這個信件的話 就是Google寄來的 他說 你升級了 說升什麼級 你升第三級了 我想說第三級 然後又突然大概隔幾天之後 又寄一封信說 你升到第四級了 我想說第四級 後來他就跟我講說 你這個可以得到 Google免費的 一TB TB 不是GB TB T的話是比GB還要再多一千 一千G 的雲端硬碟 雲端硬碟 OK 所以應該是非常的大 想說是不是詐騙集團 後來看一下應該不是 因為Google寄來的 然後呢 其實就是這樣 順便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 你有經常性使用這些的話 我這邊有 他會給我一個月 不不不 一個月大概 一個月那個一TB 大概要 十塊錢美金 那差不多好了 算一算 他給我兩年免費使用 所以算起來的話 大概有八千塊 我想說 這個也是算意外的收穫吧 然後裡面我只有做什麼 做這些事情 給分 評論 照相上傳 然後 如果 還有啦 就是 如果有些地方 有那個景點 但是在地圖沒顯示 那你可以告訴他 他會幫你新增 還有就是說呢 他隨時會跳出一些問題 那你又回答 比如說這邊有沒有Wi-Fi 這邊有沒有什麼 這邊有沒有什麼 比如說像 如果你來這邊 公務人員訓練處 然後你也可以 給分數嘛 評論 照相 然後他會問你問題 OK 看你可以回答 這樣他就會給你分數 那我就是這樣 他最 這個是我的那個 雲端硬碟的 有沒有 我其實才用了 六十八 G而已 我有 1.12TB 這麼多 所以基本上 我現在頭痛我要怎麼用 OK 那太大了 所有東西都丟上去 可能也塞不滿 但是 不如小補了 那裡面做什麼 就是 最早他是跳出一個什麼 歡迎加入 大陸在地嚮導 所以如果說 你想要跟我一樣 能夠 得到 免費的 1TB的話 你 第一個 我記得好像 你要先開啟那個 Google地圖 然後Google地圖的時候 Google地圖打開 打開之後的話 裡面好像要做什麼事 我看一下 打開 然後呢 在 那個 左上角有三條線 請你把它點下去 點下去之後的話 就會出現 好像您的貢獻 好像從您的貢獻進去吧 我也忘記了 然後他就跳出說 您是否願意 加入在地嚮導的行列 然後那時候 好像莫名其妙 我就要點4 然後就開始評論了 OK 不過我以前就一直在評論 沒差啦 只是說 如果你加入在地嚮導 他會給你加分 一直加分 然後呢 如果你 達到第三集 或第十集以上 你的評論 的那個圖示 跟別人不太一樣 因為你那個圖示 外面會有個光芒 不知道有沒有看過啦 不知道你們 使不使用這個東西 就是表示說 你跟別人 就有一個區隔了 因為你是在地嚮導 感覺好像很威風 所以虛榮心作祟 那我就加入了對不對 加入之後的話呢 沒多久 他說 說您是個中高手 第三集 然後沒有多久呢 又寄了一封 哇 200分以上 你升級到第四集了 然後呢 然後就是 免費的一T就寄來了 然後就跟我講 其實我裡面做哪些事情 我又把畫面記下來 我覺得 這個還蠻值得講的 裡面的話就是評論 大概107 相片 就是你拍的照片 然後把它傳上去 反正其實 這個也沒有什麼 順便自己做個紀錄啦 也不會說 多增加什麼負擔 而且我反而這個訊息 跟很多學生講 或者跟朋友講 他說會要玩 會要玩 然後他們就自己這樣 其實這個也是一種使用習慣 你也可以把它當成是 訓練你使用手機APP的一個方法 OK 而且至少我覺得也是一種履歷吧 以後說 你手機APP 你手機用的怎麼樣 我是在地想導耶 對不對 感覺 而且你還可以拿出來給人家看 OK 那如果說以後雲端硬碟一打開 哇 你的一TB多耶 那一般人只有少像15GB而已 那當然你就跟別人不同了 表示你在雲端上面的能力 是比別人還要來得更高一階的 所以未來其實這都是一種衡量 衡量的一個 OK 那其他的話 回答問題有沒有 是非題 比如說 他會出現這個啦 比如說我去敦南成品 他會出現說 回答 這邊點下去他會回答說 這邊附近是不是有什麼 無障礙空間 無障礙停車位之類的 你就回答他一下 然後比如說 這邊類似像這樣 評論一下 然後去香港 去韓國 去什麼地方 反正我通通都給他評論一下 然後像去香港也是一樣 OK 然後大概是這樣 所以我就把它寫了一篇部落格文 這邊如果有興趣的同學 自己可以參考一下 那所以 以後如果你要出去玩 第一個 先 我建議各位 這個把地圖拿來怎麼使用 我的習慣是這樣 一 先找 比如說先找宜蘭 二 等到他跳到宜蘭的這個地圖 你把它縮放一下 那你希望找宜蘭附近的農場 你就再打一個農場 再來就是說 搜尋之後 他會把很多農場列出來 可是我只希望找四顆星的 他會把四顆星列出來 這個方法 除了可以用在農場 可以用在餐廳 可以用在飯店 其實飯店也是 我常常找 出去找 我覺得 蠻好的飯店 就是因為這樣找到的 四顆星以上 應該都不會太差 OK 按完成 然後呢 再來就是說 我會把找到的東西 在這個地方 比如說找到之後有沒有 然後在這個上面 我會多一個動作 各位有沒有看到 以儲存 這邊有個儲存對不對 我會習慣是這樣 把它儲存起來 儲存之後呢 有什麼差別 各位有沒有看到 儲存之後呢 在這個上方 就會多一顆星 那這個星 有什麼作用 其實 如果你在這邊做一顆星之後呢 這個時候呢 假如說你切到你的手機 你會發現 假如說我這邊一樣 找宜蘭 我把這個地方一樣找宜蘭 那我在手機裡面看到的畫面 會跟在什麼呢 跟那個在 我剛剛做的是一樣的 這邊 宜蘭 那這個好處就是說 我可以預先在哪裡呢 預先在有沒有看到 這邊一樣 把它放大 也就是我出門在外 我的習慣是 我可以在家裡先做好功課 然後呢出去的時候呢 我就直接怎麼看到 農夫 青蔥農場這邊 這邊也有一個 應該是 這個 蔥仔 不是這個 我記得好像我是去這一個 農夫 那如果說我要去的話 那你很簡單嘛 看到這個星對不對 然後把它點下去 下方各位可以看到有沒有 這邊會出現嘛 你就把它點擊 有個車子對不對 按下去 接下來呢 他會幫你規劃 從哪邊開始 從哪邊出 比如說從 好 從這邊好了 OK 然後 他會幫你規劃出來 另外呢 你也可以看一下 路況 也可以 然後再來就是 這邊有個導航 你也可以直接 按下導航鍵 他就直接可以把你 帶到那個地方了 我覺得這個還蠻方便的 提供給各位參考 這個是有關地圖的部分 那這個是規劃行程 其他的話 還有一個就是說呢 你從那個這兩條線 這三條線這邊點擊進去 他裡面還有很多啦 其實你比如說像 剛剛同學比較關心的 就是說 如果你的手機的定位 有被記錄的話 在哪邊可以看到 您的時間軸有沒有 這邊可以看到什麼 看到就是說呢 我曾經造訪過的路徑 比如說像這一天我看看 我去哪裡 有沒有 你會發現 這邊他都會幫你記錄下來了 所以我去哪裡 比如說禮拜二 我去了原資大學 然後去了自強工業基金會 開車開車步行 全部都幫你記下來 這不是我自己打的 這怎麼出現的 這個是手機我開啟的 剛剛那個功能 他就自動幫我顯示出來了 而且有的時候 他不知道說你去哪裡 他還問你說 你是不是去這裡 是的話 按確定就對了 那這個好處是說 我是可以自己記錄一下 我自己做哪些事情 有點像做個日記 OK 那其他的話 還有什麼 還有旁邊 還有您的貢獻 還有 就是說 還有您的貢獻 那比如說我以前去過 哪些地方 還有評論 評論哪些 這邊會秀出來 另外的話呢 我還有相片 我拍過哪些相片 這邊都有 比如說我去過深坑 然後瀏覽次數是 別人看我的 還有去過牙醫 還有去過 防禦農場 這個防禦農場也是意外 我也不知道這地方在哪裡 在那個基隆的七獨的深山裡面 然後我就看 4.7顆星耶 剛好 可能要帶家人出去玩 不知道去哪裡 後來 這裡好了 要去了 荒嬌野外 到了 果真是漂亮 裡面的話 別有洞天 而且我感覺它的菜蠻好的 這邊也有 還有什麼東地市 什麼什麼豬 之類的 所以我回頭看 我就可以看到我以前到底做什麼 其實都非常一目了然 OK 好 做個記錄啦 不過 類似像這樣 其實Google地圖還蠻值得去推薦給各位使用 那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比如說你可以規劃一下 假如說 你想要去某個縣市 但是你不知道去那個縣市的什麼地方好玩 那我是推薦 就是說 你可以先找到那個縣市 再找到那個縣市裡面你要去的地方 再找那個4顆星以上的 那你就從4顆星裡面去看看評論 不過有的時候也還是會有出路的 比如說你可能要看一下評論 如果那個評論很少 或者是數量不多的話 那還是有可能會有一些出路 那另外就是說你也可以去看一下他那個 其他人提供的那個圖 還有就是說呢 其他人 甚至有街景啦 你也可以稍微看一下 OK這個地方 那等同就是說 你在電腦上面 我習慣是電腦上規劃 那出門的時候呢 再利用手機 手機去找到我現在的位置 然後再去做後續的規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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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 好 谢谢大家